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何我转这个单车轮时会令到自己一个顺时心或亦时心的旋转呢? 这里我就要介绍一个物理量叫做角动量 平时我们在描述一个直线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个物理量叫做动量去描述这个物体运动的速度 以及它运动的过程 如果在转的系统因为它不是一个直线运动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角动量这个新的物理量去描述它 这个角动量包含了什么呢? 第一是包含了这个物体正在转的速度 第二是包含了这个物体的质量和它的形状 如果在同一个系统上 因为它的形状没有变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由这个转的速度 我们就知道它的角度量大还是小 它转得越快,它的角度量就会越大 那角动量和动量一样 除了有一个数值之外 它还有一个方向 那动量呢? 就是你直接的物体在走直线的方向 但是如果是转的角动量 我们是怎样定义的方向呢? 像这个车轮 如果是这样旋转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用我们右手 我们知道它是这个方向正在转的 而你的手盆摆的时候 你的手指公的方向就会是它的角动量方向 那如果它是转另一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都会用右手 它现在方向是这样转 那这个时候你的手指公就转指向另一个方向 那这里就说到一个角动量它除了有数值之外 就是看它转得快不快 和它的方向 那刚才 说回我刚才在原本上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首先我给它了一个角动量 那它就现在转了 因为它现在是这样转的 所以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向上的角动量 那如果我现在将这个单车轮 调转它的方向 你就会发现它转的方向就会调转了 就会向下了 所以它有一个向上的角动量 变成一个向下的角动量 那如果我叫一个原本它的角动量 是向上叫正一 反转了就变成负一 那在直线运动里面 我们有这个动量手痕 那在旋转系统里面 我们有同样地 是角动量手痕的 那这个车轮 包括我整个系统 那这个角动量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话 我们的角动量 就是总和是一样的 那它由正一变成负一的时候 它就 减了二 那就会令到我呢 有一个正二向上的角动量 去抵消它的转变 它由正一变成负一 那我就由零变成二 那我总是二 接着它是负一 总是一 都是等于一开始 我给了车轮的角动量 那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在地上 我这样转它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人不会转呢 那这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我站在地上 地上和鞋 我的鞋和地上是有摩擦力的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一个外力的系统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站在圆盘上面 因为它是一个 减低了摩擦力的圆盘 那我做多次刚才那个示范呢 就是我先给了角动量向上 我踩上去 我将它由正边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 逆时针 我有一个向上的角动量 这个就是角动量手行的物理实验